歡迎大家來到2019 九營之家的慈善講述 我們聽了兩位殿堂級的老師 去講解九營性格 亦多了解自衛症的家庭 九營歷史有2000年 我聽過很多七人說 他很厚顏無恥 那有什麼問題 九戶有得坐是不會站的 有得睡是不會坐的 很忘記 他也是小朋友 在他成長的時候他還有困難 到了我會欣賞他 其實我兒子真的給了很多正面的資源 他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學習 就是看到自己 看到別人 三次 謝謝 他有時候會在街頭製標 我和我先生的關係當時是沒有決定 很多自閉症的家庭 真的很需要我們多些人去援手 他們背後要面對的困難 不是我們想像的 每一年 我們都希望能夠可以 照顧到至少六十個家庭 從今屆開始 我們是津貼這些父母 可以見到最少五次的天然父母 而且父母其實每次只需付百五元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